擁有三十一萬粉絲的安小喬 除了光鮮亮麗的出現在鏡頭前 私底下的他喜歡玩什麼呢 是要加裝什麼健身器材嗎 其實這位網路正妹 最近忙碌的事情非常不優雅 要拼殺氣 要拼耐力 最重要的是要持續不斷的練習 刷車 然後你要看那個 對 對 對 有沒有 就很好轉啊 有沒有 看看他雖然每次正式出現在賽車場 都會成為大家的目光焦點 不過畢竟賽車還是件專業的事 安小喬是來插花的嗎 你覺得賽車對你而言 真的只是玩票性質而已嗎 因為太多人都在講 因為我從事model十幾年了 所以大家對我的刻板印象 都停留在我就是model 我就是可能賣身材 賣弄身材 賣弄姿色 每天穿著漂漂亮亮美美的 被人家重心拱月 可是對我來講 model這是我的工作 我最喜歡的畢竟還是車 那我有幸可以進到 賽車這個領域 不單單只是為了要賽車 而是為了意願我自己的夢想 火辣身材的外表下 安小喬遠刻追逐速度的心 就像牆上的寫著月曆旁 畫的是車手證 玩車對於安小喬來說 真的不是吸引別人注意的噱頭 花了這麼多的心血 中路有掉了三四層 那你到底目的是什麼 或許很多人覺得說 我是不是就是只是想要創造個話題 或是什麼的 那絕對不是的 如果我要創造話題 我相信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去操作 而不用不需要花這麼 我花了這麼多的心力 花了這麼多的錢 花了這麼多時間 甚至女人最愛的就是變 就是白白美美的 我在賽車場 甚至把自己都算成跟黑炭一樣了 我都跟朋友開玩笑說 我甚至是小麥都可以收成了 如果我今天我真的要炒作 我不需要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 甚至花了這麼多錢 那麼多心力 少賺那麼多錢去做這件事情 從辣妹變成賽車手 安小喬她不只想要會開車 更還想要弄懂如何才能跑得更快 結構的部分輕量化 好 她都把它挖工 趁著師傅不在 把握機會都摸摸 吸摸摸 會不會怕指甲弄壞 安小喬說 既然要玩車 當然就要好好的玩 誰說美麗的花瓶 不能成為專業的賽車手